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嗨 大家早上好 很高興在這個早晨中看到現場還有這麼多人 我是今天的總召之一 我是玄玄黑肉燕 大家好 我是Turkey 大家好 我是Shirley 很榮幸今年Heakon Girls 我是接下來今年主辦Heakon Community的這個任務 那這是一個嶄新的一年 不同的場地 精彩的活動 還有全新的詮釋 我們希望今年這是一個充滿活力 跟挑戰的盛會 那今年的我們希望 不只是追求技術的奧妙 然後還要挑戰自我 享受各種的駭客競賽 以及我們希望傳遞一個精神 是讓所有的會眾 找到你自己的駭客魂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今年的活動主軸 透過今年的活動 我們希望讓會眾收穫良多 並永續挑戰精神 並在此時 此刻 此地 以及未來 找到你自己的駭客魂 並隨時隨地有辦法 釋放你自己的駭客魂 那今年的主軸呢 則是練出世界 解密未來 我們希望讓 我們希望結合區塊鏈 分散式 分散式節點的全新化 正式 支持資訊自由交流的駭客精神 這兩天內 我們將會有相關的議程 以及在會場 發行數位貨幣 然後希望讓各位 好好的體驗看看 那 介紹完今年的活動精神 以及組織之外 感謝主辦單位 HECON GOES 還有台灣駭客協會 還有TrainRouter 在各種方面都 出人出力幫助這個活動進行很多 那除此之外 也非常感謝今年所有的贊助商 B2跟Police1 那也 鑽石級的贊助商 中華電信 中華資產國際 104資訊科技 OTC BTC 還有精品科技 那還有電腦網路危機處理器協調中心 那我們的鑽石級贊助商 還有樂天QNAP 電腦 以及建真數位 以及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那也感謝我們的營機贊助商 好免科技 以及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 那也感謝今年的特別合作 同一方面科技贊助了今年的大會WiFi 那也感謝奧義智慧科技 贊助了今年的冰淇淋 那也感謝天龍書商 今年又再度成為大家的好朋友 那也感謝 聯發科技全安智慧科技 跟麥特創新 創新基地 讓我們今年的電路板活動 可以順利的進行 那也感謝科技大雷台跟 可理可資安 讓我們密室投入活動 今年非常精彩 然後如果大家有機會的話 請務必去體驗看看 那也特別感謝台北市政府執行局 然後經濟部工業局 跟教育部資安人才培育計畫 以及資訊通信研究所 那感謝上述所有的贊助商 那除了贊助商 在這個場地內付出了許多 讓我們有資源辦這個活動之外 然後也感謝出人 跟付出心力的所有的社群攤位 那感謝HeakonGhost的全體成員 以及Nisawa的全體成員 另外我們也非常感謝 讓我們活動更加精彩的社群攤位 那像北部Fast Movecom跟 跟台北以太坊 還有TTH跟UCCU 那感謝今天 最重要的是要感謝今天在場的所有人 就是因為有了你們 才有了我們今天這個盛會 那接下來我們就請TURKEY 幫我們介紹今年精彩的活動 好 那大家好 我是TURKEY 那今年的CAMULITY 有非常多的活動在舉辦 那我現在來一一的介紹 今年到底有哪一些特色的活動呢 好 那接下來呢 我想要Cue一位非常重要的人 他是推動HeakonToken這個活動的人 叫做Kenny 那由Kenny來介紹一下 HeakonToken的使用方式 好 大家好 感謝這麼多與會者來參加 那我是這次HeakonToken的負責人 我叫Kenny 先講講前言好了 就是這是一場 就是這是一場 就是在台灣 率先導入數位貨幣的一場會議 就是其實HeakonToken一直以來 都還蠻怎麼講 蠻前衛的一些想法 就會融入這個會議中 那今天就是在場的各位 都是這場會議的見證者 然後我是認為就是 這其實也是我們HeakonToken的一個slogan 就是純技術的領域裡面沒有黑與白 不論你對區塊鏈的看法是看好還是看衰 都沒關係 那我們就直接來實際的使用看看 就是如果各位完全沒有使用過 數位貨幣的經驗的話 那我在這邊就是誠摯的邀請各位 來實際的體驗一下 看看說就是數位貨幣它到底有什麼 優點或是缺點 有什麼魅力 那就是可以讓人家實際來體驗一下 好那首先我來介紹一下 我的agenda大概是兩個 介紹HeakonToken這個東西 跟手機還有一體簡報的介紹 首先HeakonToken 首先要聊到技術面 就是HeakonToken它是一個 就是所謂的我們可能有 有部分人聽過的所謂的以太幣 上面跟的一個叫做智能合約的東西產生的 那其實區塊鏈上面也可以寫程式 這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好那它的Portoco呢 是所謂的很標準的一個叫做ERC20的Token 那我為了就是這是 為了效率跟成本上的考量 我把它部署在那個 Robston的TestNet上 就是說我們目前的這個測試 這個區塊鏈算是一個比較算是一個測試用的 因為成本的考量 那等一下各位呢 我會介紹你們手機錢包嘛 那各位裡面就會付 幫你們出實話好 一顆以太幣跟十顆的HeakonToken 那等一下會有圖片 那這個以太幣呢 是並不能讓你拿到市場上去直接賣掉的 因為現在一顆以太幣的市價大概一萬多台幣 沒有什麼好的事情啦 就是 就是如果你來這邊就可以拿一萬塊 那請你發給我好不好 沒有什麼好的事 對對對 不過這是 它的Protocol都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只是練不太同 好那 呃 各位可能會問啦 就是要如何來取得HeakonToken呢 有幾個管道 就是請各位可以去逛一下外面的贊助商 就是跟他們做些互動 相信他們會很樂意的給你HeakonToken 還有就是 這個走到最後面那邊有夾娃娃機 就讓各位重返一下童年 然後或者是 對就是那個夾娃機裡面會有彩蛋 那裡面也有HeakonToken 當你夾到之後可以來主控台兌換 好再來就是 你也可以跟別人交易 就是譬如說 旁邊的帥哥或是美女之類的人 你可以跟他交易 對 如果他願意的話 請記得喔 請合法 雖然這也是Heakon 但是 但是我沒有鼓勵各位偷拐搶片 請記得合法交易 對 就是你們可以私下喬 那 我作為一個活動的負責人呢 我會定時舉辦一下 所謂的大撒幣的活動 那 細節我不能 就是 規則我不能偷偷太多 但是我唯一可以講的就是說 請各位多多交易 那你就有機會拿到我的大撒幣 對 就是 突然會變多 對 不是程式bug 是真的發到了這樣 好 那 HeakonToken有什麼用途呢 還有很多精美的小禮物 只要你的Poken夠多的話 就可以換到越多 還有一個 駭客喵喵的養成計畫 不過這個的話 是要買我們的硬體錢包 才有這個活動 有這個活動 再來 最重要的 就是 可以donate給心儀的講師 這非常非常重要 這是一個 顛覆傳統的那個 的那個活動 就是說 很久以前啊 就是例如說我在這邊上面講的 這麼口默橫飛 然後 台下就拍杯掃 啪啪啪啪啪幾秒鐘 然後就沒了 就沒有了 然後就沒有了 很可惜 所以呢 今年我們特別出的這個HeakonToken 讓你可以在 例如說 講師講完的時候 可能會多出這個QR Code 然後你等一下可以用你的 手機的APP 來把他這個QR Code 掃一下 那如果你真的覺得 這個講師很棒的話 你就可以 立即的用你的行動 直接實際的支持他 然後 讓講師 可以拿到HeakonToken 然後可以拿去換那個 紀念品 就大家都開心 對 這是一個很棒的活動 那希望就是 請各位不要 真的遇到很棒的講師 請不要吝嗇你的HeakonToken 就用力的砸它吧 好那 再來講 怎麼使用這個HeakonToken 那大部分的人 應該都是使用手機錢包 只有少部分想要 玩硬體錢包的才會 特別用到 大部分 那請各位看你們袋子裡面 會有這麼一張小卡 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 小卡的正面呢 會有 會有 就是一個這麼標語 然後 我等一下 所講的內容 都會寫在 就是有圖文教學 都會寫在這個 這個 這個QR Code裡面 小小的這個QR Code裡面 所以如果你有忘記操作 沒關係 你可以少這個小小的QR Code 對 但是我還是會 帶大家 快速的講一次 好其實 如果你要開始用這個HeakonToken的話 首先你要先有一支手機 然後你有網路 這應該大家都有 對 基本上大家都有 好那 如果你是Android的話呢 你就 不管是Android還是iPhone 你都可以去搜索這個App 叫Trust 然後大家可以直接裝一下 在那個Google Market 跟那個Apple Store上面都有 都叫做Trust 很好記 好那 我就要快速講一下怎麼使用 就是當你安裝好這個App之後 你會看到這個畫面 然後請點選下面那個Import Wallet 這個選項 然後這時候呢 會叫你掃描一個QR Code 那請記得就是 點選上面的那個Private Key 那如果你是中文的話 它是寫私藥 點下去之後呢 再按下這個小小的這個QR Code按鈕 它就會開啟手機的掃描QR Code的模式 相信一個大家都會 沒有什麼 對 然後重點在這裡 重點在你的小卡背後呢 這邊 就是你的錢包 就是會有一個大大的QR Code 請不要這時候拿出來給人家看到 這個 這個就是重要的地方就在這裡 就是 這個QR Code就是你的HeatCount Token 而且每一張都是獨一無二的 每一個人都是唯一 就是 對就是獨一無二的 那請不要被人家看到 也不要被人家拿去掃 不然的話 它就可以控制你的錢包裡面的HeatCount Token 其實請特別記住這件事情 保護好你的 保護好你的這張那個 數位錢包的QR Code 好 還有 我其實早上有發現 蠻多朋友 就是已經拿到這張卡 就開始在試 就非常有駭客精神 好但是 你會發現說 奇怪為什麼我 按上面那些步道弄好之後 都沒有HeatCount Token出現 你是不是騙我的 沒有啦 就是很重要一個設定 就是你要到底下那個Sitting 然後點Network 這個地方 一定要做這個設定 不然拿不到HeatCount Token Sitting Network之後 然後點倒數第三個 Robston 就是TestNet的意思 因為 預設的情況下 是在所謂的主網 就是MainTest MainNet 那我們HeatCount Token 是部署在這個Robston 的測試網路上 所以請記得 一定要做這個步驟 然後 點到主畫面 你就會看到 每個人都有一顆以太幣 跟十顆HeatCount Token 對 就在這邊 就這時候 如果你做好這個步驟的話 你就成功了 那你就可以開始來做交易了 那請記得 一定要做這個步驟 好那 我現在講一下 怎麼讓人家 怎麼 怎麼讓人家 會給你HeatCount Token 就是你要怎麼收人家 HeatCount Token 很簡單 就是只要點一個步驟 就是點這個Receive 點下去之後呢 會出現你的QR Code 那 那這個QR Code 就是你的個人錢包 對 就是 可是這個是給人家掃的 應該說 這是你的錢包的地址 所以這個是公開的 這個沒關係 給你看到 怎麼掃都沒關係 對 就是可以讓人家 直接的給你這個 給你這個 這個HeatCount Token 好那再來 要怎麼送出呢 剛剛是講收到 要怎麼送出呢 請你點這個 下面的這個HeatCount Token 不要點到上面的 上面的是以太幣 是下面的這個 下面的HeatCount Token 點下面的 之後 會進到這個畫面 然後也是一樣 點上面的那個QR Code 那這樣的話 你就可以去掃別人了 手機就會開啟QR Code 掃描模式去掃別人 然後再來 再點下一步 我真的都已經是很傻瓜話 一步一步教各位做 就是 如果 反正就是各位操作一次就會了 真的很簡單 然後會進到這個畫面 就是你準備 例如說你看一看 我要送給某個 從什麼帳號 送給某一個帳號 然後我要送給他 999顆HeatCount Token 這時候不要急 不要急著點發送 對 不要急著點發送 我們之後先點一下 右上角的小齒輪 然後 會有跳出這個設定 那 請你把這兩個拉槓 都滑到最右邊 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作用 是 這兩個拉槓 是控制著 交易的速度 那 他的 會把那個 以太幣當作手續費來使用 反正 我已經給各位一顆以太幣了 這個 一顆以太幣 基本上可以讓各位 發送500次 所以絕對絕對夠用 都不要省到手續費 絕對絕對夠用 那如果不夠的話 你再找我拿 我可以給你以太幣 但對 沒問題的 我很多 好 那就是 請各位記得 而且這個是每次交易都要做一次的 因為 他這個程式不是我寫的 就是 他為了怕你就是 每次手續費都扣太多 所以他會彈回來 所以你記得 如果每次要送交易的話 你記得要把它拉到最右邊 那基本上 這樣的交易速度 可能就會有 大概30秒內 基本上 對 沒有什麼意外的話 可是今天這麼多人 我真的有點抖 對 希望啦 對 希望一切順利 對 有可能會想說 30秒 可是我信用卡閉一下 只有2秒 那怎麼會這樣 就是 各位想的 不是要跟現有的這種 中心化的機制比 因為畢竟信用卡後面可能是有一家公司 然後他可能有很大一個很大很大的 server 在做幫你做運算 但今天 這個 就是 這個區塊鏈呢 後面 完全沒有偷架任何的 server 真的完全沒有 就是 就是 我不會後面偷偷加一個 MySQL 然後跟你說 這是區塊鏈 沒有這種事 真的 後面 後面是一個很神奇的 一堆礦工在幫我做 教育的運算 那這是所謂的中心化的機制 去中心化的機制 那 在這邊我就不講太多了 對 就是各位有幸可以去研究 那 至少你今天就是願意 試試看這個 整個機制的運作流程 我就很開心了 好 那 拉槓拉到最右邊之後 要點save喔 不要點返回 要點save才會有作用 然後就返回到這個畫面 然後按下發送 就搞定了 你的token就送出去了 對 就等個幾秒鐘可能就出去了 好 那 剛剛講的是手機硬體錢包 絕大 剛剛講的是手機錢包 絕大部分呢 絕大部分呢 都會用那一個 那如果你 對硬體很著迷 或者是想要有更高一點的安全性的話 那你也可以買一下我們的這個 所謂的硬體錢包 它可以做到比手機錢包更安全 那安全就是沒有100分 但是有98分跟99分 這樣的區別 就是 對 那歡迎你可以直接到這個攤位詢問 就是 我沒有推出硬體錢包 然後 這個小小的八卦 就是 這裡面的 加解密晶片呢 是全世界喔 我說不是全台灣 全世界 非常多家硬體廠商都在用的 加解密晶片 所以 基本上簡單講就是買到賺到 對 這是真的可以用的 好 那 我這邊要重申一下就是 因為一些技術上的關係 就是 還有一些法條上的關係 就是很可惜 Apple不能讓我們 直接的把我們App上架 不過我們還是有一個方法 就是請各位加入測試計畫 那 在 如果你今天是iOS App 而且 又想要使用硬體錢包的人的話 請記得加入這個測試計畫 那 測試計畫怎麼加入 在掃那張小卡上面的QR Code就有 那 記得是今天中午截止喔 如果你想要用硬體錢包 或是iOS的人的話 請記得要做這件事情 然後 除了iOS 我們連 Android App都做出來了 那 這是一個 心酸血淚死 就是 對 身為一個負責人我很清楚整個狀況 因為 這其實 做一個硬體錢包啊 是要一個大公司 投入公司的資源 做好幾個月才有辦法變出來的東西 那我們才 幾個 對 真的幾個精英 就花了好幾個 對 好幾個禮拜的晚上 然後 終於很努力很努力很努力的 就真的把它變出來了 對 我自己都覺得好像 好像我是在演不可 不可能的任務一樣 好 好那 還有一點要注意的就是說 如果你們 真的有買印體錢包的話 它的通訊都是透過藍牙 那 你有做過藍牙的程式 你就知道 這東西真的很坑 尤其是Android 非常非常坑 就是你的手機啊 你的OS啊 都會影響到那個 然後還有就是 今天如果有這麼多人都去買 衝去搶那個 印體錢包的話 那可能會有幾百片 同時開啟藍牙 那是一個很可怕的狀況 所以 如果你要藍牙發現聯不到的時候 請當NFC使用 好就是 盡可能靠近一點的意思啊 對 如果你連不到的話請盡可能靠近一點 因為現場的這個通訊真的滿混亂的 對就是這要注意一下 真的 真的是爆肝變出來的東西 對 所以 對就是 對就是希望各位可以支持一下 但是 對但是 我沒有辦法保證百分百沒有BUG 對 所以真的這不太可能 但是我們盡力了 對那 如果你使用上 有任何的疑難雜症的話 歡迎也是到就是 左側那邊有一個 就是 電子錢包的那個 維修中心 你會看到有一堆那個 在焊接的那個地方就是 我們會有專人為你 解答 或者Live Coding 幫你修法科 很希望啦 對對對 希望沒有好問題啊 好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就是 嗯 這個整個 硬體錢包的設計啊 硬體規格啊 還有製作秘性的話 歡迎在第二天 就是明天下午 有一場就是 也是在這邊 會有一場talk 來講這所有的事情 對 對那就是 有興趣的快點歡迎來聽聽看 好那最後講一下 駭客喵喵這個東西 我有專人為你 那各位看到如果你有買了 這國底提錢包的話 那會有一隻貓 躲在這個 躲在這個電路板裡面 希望沒有好問題 然後他不想出來 因為你沒有給他 足夠的heak token 也就是說 如果你的heak token 給他越多 就給這個錢包越多的話 這隻貓 就願意出來 幫你修法科 並且以各種形式 來跟你做 希望沒有好問題 呈現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 就是 那就是會 這個整個 硬體錢包的設計 硬體規格 還有就是從明星的話 歡迎在第二天 就是明天下午 有一場多逛一下 也是在這邊 或有一場talk 來講這所有的事情 加吧 好那再來就是 小秘訣 就是一個叫 團結力量大 你各位可以想像 有興趣的快點 團結力量大 對 好再來就是 這也是heak token 對這也是heak token 所以 你懂我的意思 就是 這個錢包都給你了 你想怎麼弄 都對 如果你想要怎麼 想要怎麼把這個貓貓變出來 就是 do it yourself 對 好那 對 那我的 就是heak token的部分 就介紹到這邊 謝謝大家 好那我們感謝KELYN的介紹 那這一次那個heak token呢 真的是他們花了非常多的心血 而且每個人都是志工 然後大家在下班之餘 努力的coding 然後所完成的 那Android的版本也是這兩天才完成 因為真的是太多bug了 對 然後歡迎大家就是如果有任何想法的話 歡迎到那個焊接堂會找他們討論 對他們會很熱意跟你們分享 好那今年的活動呢 除了heak token外還有哪一些活動呢 首先呢 現場呢 很多呢 對詹有興趣的初學者 然後對詹技術有熱忱 但是很多人都來問 主義層的talk 我都聽不懂 太艱深了 怎麼辦呢 沒關係 歡迎大家來到R4鬼 我們有一個叫做heak121的鬼 然後是由各個社群來分享給初學者的議程 所以初學者呢 歡迎去heak121來聽 好 好啊 講到酸命攤啊 就是heak121每一年的傳統啦 今年呢 酸命攤有哪些特色呢 第一個 今年酸命攤會同步直播其他場次的議程 然後由資安的前輩 用很簡單的方式 是有興趣可以歡迎來聽聽看 電競主播的形式來解說 好那最後講一下泰哥喵喵這個東西 譬如說現在講者在講偷影片 他還可以說現在講者在講什麼什麼 如果你想要了解這一塊的話 你可以學習什麼什麼資源之類的 對 那想要聽 想要讓議程變得更輕鬆易懂嗎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的算命攤 好 另一個特色呢就是奇葩獎啦 不管是什麼錯都是他們的錯 有興趣的快點歡迎來聽看 今年又有哪些奇葩的新聞呢 好那最後講一下泰哥喵喵這個東西 我有專門為妳 那各位看到如果妳 好 當然 泰哥和企業之間的橋樑 就是heak121一直在努力做的事情 更感謝白帽子的默默的付出 來通報很多漏洞 來讓企業的網站變得更好 那今年呢我們邀請了許多優秀的擺帽子到現場 來分享他們通報漏洞的相關的經驗 歡迎大家呢別千萬別錯過我們的 heak121的發表會 那另外一個會宣傳就造成轟動的heak121 headdoor 是一個駭客版本的密室逃脫 他是由heak121戰隊所出題的 這是一個有教學及實戰的活動 那題目呢包含了門禁系統的破解 遠端聯網操控設備的關卡 以及風暴分析等很多樣化的題目 那我們等著大家來挑戰 好 那很多人都說呢 晶體相關就是像你們提出的這些設備 我都沒有操作經驗怎麼辦 沒關係 我們 沒關係 我們有一個叫做Warshop的教學 Warshop的教學呢總共有三大主題 第一個主題呢是 教你如何複製門禁卡 對 第二個呢就是門禁卡就是你的 比如說那個悠遊卡 或是一些門禁的那個卡片 如何複製這張卡片呢 歡迎到這個攤位上 會有人來實作教學 手把手來教你 第二個呢 我們會教大家如何破解無線網路的Wi-Fi 對 第三個呢 會教大家如何破解手機的密碼檔 密碼檔呢就是像手機畫面會 一開始登錄的時候 它會叫你 嗯 畫一個那個 手機的那個鎖嘛 對不對 一個圖案然後把它畫 畫對的時候它才可以打開 對 然後現在現場呢 會有人教你如何破解它 那 注意啊 此教學僅研究用途使用 請勿以身試法 對 好 那 大家學完 HECON Warshop之後呢 請大家到報名我們的HECON Head Door 裡面呢 的題目呢 就會有 會出相關的一些題目 所以你學會之後 進去挑戰 對 那一隊呢 是六到八人 那我們現在呢 HECON Head Door已經開始報名了 那請大家有興趣的請迅速到我們的HECON Head Door的攤位 對 來做報名 那名額即將而滿 好 那大家想要 剛才大家聽完Kenny的分享之後 想要獲得更多的HECON Token嗎 HECON Token呢 除了養 HECON 喵喵 如果大家想要養 HECON 大家想要有更多的HECON Token之外呢 快去參加各個戰術商攤位舉辦的 HECON HECON 關卡挑戰賽 很多戰術商呢 很用心的出了很多的競賽題 然後歡迎大家去挑戰 然後挑戰成功的 他們就會發HECON Token給你們 那 當然就是Token越多 你就有機會升級你的HECON喵喵 那歡迎 我很期待看到現場有Pro級的HECON喵喵 對 好 那我們今年呢 也特別 那大家呢 想找工作嗎 或是想找人才嗎 HECON呢 今年呢 特別推出了人才招募刊登的活動 我們讓企業免費的來刊登的職缺 那這一次呢 有十幾家的企業來參與 那大家想轉換跑道的人 或是社會新鮮人呢 歡迎大家到人才招募刊登專區 來看看有哪一些好職缺吧 好 那大家手中滿滿的HECON Token 可以怎麼使用呢 除了養駭客喵喵之外 歡迎 歡迎來 歡迎來到大會紀念品來換取Token 那今年呢 紀念品呢 我們準備了很多限量版的HECON的獨家商品 那想收集HECON的紀念品的朋友 千萬不要錯過 那HECON Token 紀念品呢 除了可以用Token來換取 也可以用台幣來購買 好 那歡迎大家盡情的使用大會網路 那千萬小心不要成為牆上的待宅羊囉 我們有綿羊牆 那HECON和MAKER結合的自己的電路板 自己HECON的活動 我們 這個攤位呢在密室逃脫的對面 那我們今年的特別推出了HECON的帽子胸章 那我們攤位上呢 有準備了很多的焊接的工具 然後歡迎大家呢 來購買我們的胸章 然後到 拿著胸章到我們的焊接攤位上去焊接我們的胸章 對 好 在會議中都是冰淇淋呢 在會議中發冰淇淋是HECON的特色 那今年呢 由奧義智慧贊助 一美冰淇淋 那大家會問說 為什麼今年是一美冰淇淋呢 一美呢 一直以來呢 都是台灣非常著名的良心企業的食品廠商 那今年呢 那HECON CTF站隊出國的旅費呢 一美呢 是一個我們的非常大的贊助商 那我們感謝一美 所以我們提供了一美冰淇淋給大家 好 那今天呢 就是這以上呢 就是我分享的豐富的HECON community的活動 那我們希望大家在會議的兩天呢 除了聽到精彩的議程之外呢 還可以在大會盡情的享受駭客的技術 那駭客呢 我們享受滿滿的駭客的風格的HECON community吧 而今年的大會有哪一些特別要注意的小提醒呢 那接下來我們有 有我們的另外一個總召 Sherry來分 來告訴大家 那我們由Sherry來繼續介紹 嗨 大家好 我是Sherry 那剛剛聽到了有很多關於這次HECON community的 非常豐富的活動之外呢 那有些事情必須要請你們特別遵守 所以我現在要介紹的是有關大會的注意事項 那請各位要仔細的聆聽 那在一開始的時候呢 你們在 你們在報告的時候會拿到一個迎賓袋 那迎賓袋最主要的會有一個徽章 那那個徽章呢 請各位 因為那是你們的身份識別背景 所以在這兩天的期間呢 千萬務必記得要將這個背景 掛在身上任何一個地方 是可供門口的門機人員 確認你的身份 他們才能夠放你進來 假設你如果在明天或者是在哪個時段 不小心一試的話 抱歉我們大會不會不發這個背景 就視同你沒有買票 所以你沒有辦法進場 所以大家一定要務必記得你們的背景 一定要好好的保存 那可能會有人問說 為什麼今年那麼特別不是紙本背景 而是這種徽章 而且你看徽章那麼的漂亮 那是因為我們今年是 我們其實一直想要做到是環保 想應環保愛地球 所以以往在印的紙本背景的時候 然後大家其實並不會有什麼特別的想要收藏的意義 那可能紙本背景就會丟掉 那今年呢我們就另外採取了另外一個方法是說 我們希望你們在回去的時候 還有一個特殊的HitCon紀念品可以保留著 代表說我今年有參加過HitCon 所以我們改用了一個徽章的方式 讓你們可以在離開的時候 還可以持續的掛在自己身上當作裝飾品 或者是收藏作為紀念品 那在你們的迎賓袋裡面呢 除了徽章之外 還會有這個午餐兌換卷 那午餐兌換卷 一個袋子裡面會有兩張 然後分別代表是今天的午餐 跟明天的午餐 所以那張午餐兌換卷也請千萬要注意不要遺失了 因為你中午的時候必須要憑著這個兌換卷 去認領你的午餐 那其實老師說 在我們的會議廳裡面是禁止飲食的 但唯獨在中午的時段 我們會議廳內只提供在中午的時段飲食 那在下午的議程準備開始的時候 我們會做食物清場的動作 所以請大家務必要記得 在平常時段裡面 就算是在午茶時 會議廳裡面是禁止飲食的 那對這個就是這個 會議廳禁止飲食 那因為其實像大會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活動 那剛剛其實Tucky有介紹 Kenny有介紹 那你們可能會有一點非常的confused 說這些活動我根本就記不住 那沒關係 掃描這個QR Code 請加入大會的官方Line 那掃描這個QR Code有什麼樣的功能呢 因為你只要掃描這個QR Code 你在那個QR Code上面只要寫help 它就會出現有關大會的摘要 那你在藉由這些摘要去輸入下面的QR 你就可以找到很多的資訊 舉例來說呢 就像是你在大會的 在大會的官方Line那邊輸入Wi-Fi 它會直接跟你講說我們的SSID是什麼 我們的Password是什麼 但這個不是僅僅只有Wi-Fi部分 你如果要查議程 你想要查共筆的連結 你想要聽即時口譯 這些東西 所有我們都已經建好的關鍵字 所以你只要輸入這些資訊 你就可以查到你想要的資料 然後呢在大會進行中呢 請各位務必要將你們的手機 調為靜音或者是震動 因為我們要尊重講者 以及尊重其他的聽眾 所以這一點請大家要務必記得 等一下手機要記得調為震動或者是靜音 那你如果有剛好遇到樂視的人 熟視的人想要在外面聊天 然後聊得很開心 請務必請務必 把你們的隨身行李帶去外面 我們這裡禁止站位的行為 如果你是剛好是在跨議程的時候 不會再繼續待在這個議程的話 請你務必把你的行李帶出去外面 因為我們可能會有清場的動作 所以請大家各位務必要記得這件事情 那在聽議程的過程中 你可能會想要跟一些跟共同領域的朋友 討論有關技術上面的事情 比如說這個議程的 Speaker他們講的如何之類的 那你可以上大會的IRC 那進入IRC 它是一個線上聊天室 那你要怎麼進去呢 有兩種方法 一個是你可以使用那個 Web連結 你可以直接連到這個連結 然後輸入暱稱之後 你就可以進去了 或者是說你直接用IRC的軟體連線也可以 那這邊相關的步驟 你們現在不用特別記 不用特別抄 直接去Line的官方那邊 搜尋IRC就可以了 這相關資訊 那個Line官方那邊都有 那即時口譯也是 我們這次大會也是提供 全場次的線上頭部口譯 那你如果在我們的官方Line那邊 輸入了口譯 那它就會出現了我們口譯的UI 那你就會出現 看到像這樣子的一個畫面 它會有三個場次 那你進去的 你點進去的話 你就可以聽到當場次的即時口譯 那因為我們知道 聽即時口譯需要網路 所以我們大會有提供給 會眾免費的即時網路 所以你如果想要知道 SSID或是Password也是一樣 找Wi-Fi之類的 你就可以找得到 在大會的官方Line 那我們雖然這裡是HeatCon 但是務必拜託強烈的要求 會場內嚴禁任何形態的網路攻擊 因為你知道這邊的會場其實有滿1000個 那如果大家都開始這樣子玩的話 我沒有辦法想像我們會場的網路狀況會做到如何的DDoS 所以請大家務必 你嚴禁任何形態的網路攻擊 謝謝 謝謝 那如果你有買硬體錢包的話 剛剛Kenny有介紹硬體錢包 那硬體錢包它的接電方式有兩種 一個是傳輸線 那另外一個是電池 那如果你手邊沒有電池的話 你可以到我們剛剛報導處的資訊台那邊 做自由樂捲 那自由樂捲 嗯 懂得 隨便 你們要多少就多少 然後就是去那邊領取電池 如果你不想要用傳輸線的話 那再來這個是比較是 for海外的一些聽眾 對 如果你們有看到一些海外的聽眾 他們可能發現他們有點無所適從在這邊 不知道幹嘛的話 你們可以熱心的引導他 或者是就是當交個朋友 或者是你們可以去找說肩膀上貼有這個 I can speak English 的貼紙 可以把它引導到這樣子的工作人員那邊去 他們會很樂意的去幫他做引建 對 嗯 This one maybe I need to speak in English 嗯 Hi If you need to help to know about some community information and you can find the staff have this sticker they will help you 然後終於我們到了最後一下 就是其實大家都知道 HECOM Community HECOM一直都是一個 很願意跟大家做資訊交流 然後也是希望大家一起做共同討論的地方 但請大家必須務必的稍微謹慎言行 就是遵守大會的COC選擇 那我們希望大家在這次的議程中 這兩天的活動當中 都可以帶著滿滿的 滿滿的經驗分享 或是滿滿的內心的感動回去 對 那我們現在就要正式開始說我們的HECOM Community 要開始了 所以我們現在要準備下一場的議程 那 我們歡迎一下 等一下我們歡迎下一場 議程的Speaker Howard姐 Howard姐 Oh 對不起 Howard姐 然後為我們帶來的議程是 大吉大利 華子安 那我們先掌聲歡迎一下 Howard姐 謝謝 attending if